独居女生遇到停电却打110报警 警察赶到后现场令人后怕不已 老主公 谁啊 起初女孩只是发现家里灯打不开 四周都是一片漆黑 本以为只是普通停电 可回房间却发现监控竟然被关掉了 再加上手机查不到实时信息 女孩马上意识到有人藏在了自己家 接下来她的报警话术 值得所有人学习 你好 我是110 哎 你要报警吗 是 我们家停电了 我这是110啊 我知道了 你是遇到什么危险了是吗 嗯 你在什么位置呢 几句话下去不仅没有暴露自己 还让接线员清楚了解到了他家的住址 民警几分钟后抵达现场 你家有人呗 我不知道现在的我不敢说是肥的 从下面到我家这些困住 一开始还以为是屋里进了小动物 没想到这事居然真的冒出一个人 有人吗 让我住宿 第一次请靠你 等等 你干啥的 你谁了 我们是海比派出所到一把队上靠 现在鱼配合 经调查 入室男子是报警员的前男友 对报警员家里了若执掌 也就是说男人是故意把他家电闸拉了 还关了监控 躲着等女孩出来 真令人细思极恐 要是女孩没打电话直接出卧室 可能就是另一个故事了 然后再来 吧 ADAM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